这个头的脑袋呢和身子是有一点点变化的 而是手上这个箱子的手这边是最后又加上去的 如果老师觉得会少一点什么东西 那你看到你双眼睛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林子 这一期的视频呢主要还是延续上一期的 就是画一些Chinese Old Fashion系列 那么今天的这幅画 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有趣 但是first thing first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星期画的三幅 很厉害吧 上半然后还可以画三幅 我也觉得自己超厉害的 因为我这一星期星期五是一个J-OF嘛 所以我就利用昨天时间 然后画了一张另外一张 所以加起来是三张 那今天再画一张就是四张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要画九张 Chinese Old Fashion系列的首先 因为换完这个我才可以继续下一个系列嘛 那么 先看一下我这一星期的作品吧 我自己本人是超喜欢这一张的 因为它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功夫 不仅是做这个sketch或者是在网上找一些resource 就是看像头饰啊怎么画啊怎么处理啊 所以浪费了好久的时间 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我看一下 这个 因为它看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然后另外一张 这张我自己很喜欢是喜欢它那个小嘴巴就很可爱 看这里 就有一种不屑 然后是笑笑的那一种 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是昨天晚上刚刚成稿的一张 就是这样子 今天呢 就继续画下一张 那么 开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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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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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